有些朋友都在留言中 有些老友寄說 我都70歲了 有些都80歲了 身體都算健康 真是恭喜大家 如果年長身體都健康的話 當然是好事 不過大家很多時候 怕有什麼心血管病 或者怕腫瘤 如果沒有這些 就直接當身體又好 其實都未必 有些病很隱悔 今天講這件事 可能大家都會容易忽略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家裡的長者 身體好像沒什麼 好像精神一般 經常都很容易累 或者好像 走得很慢 坐下起床 都會有點吃力 要家人幫忙 這些其實都可以是 一種病的象徵 還有後果也可以嚴重 以及其他 比如腫瘤 生活管病的後果 都可以廢 今天講的就是一種病 叫做小肌症 小就是不夠 肌就是肌肉 肌肉不夠 這種病叫做 Sacopenia Sacopenia 即是肌肉 即是肉 Sacopenia 即是不夠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 好像火腿一樣 一個橫切面 中間 就是白色的 就是骨頭 周圍灰灰的 就是肌肉 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 可以看到 肌肉比較多 基本上 骨頭周圍 都會有很厚的肌肉 但另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說 骨頭周圍 灰灰的 就是肌肉 你發覺少了很多 肌肉周圍 有些脂肪 就好像滲了下去 或者全包住 這個 沒有什麼肌肉 就是肌小症 肌小症 肌小症是一個大問題 原因 就在於 我們的肌肉 大家可能印象中 就覺得 肌肉就是 連到一身肌肉 有多大力 這樣 其實 一般人來說 肌肉 就幫我們 一般 日常的運作 而且 很重要 就算你不動的時候 即是你不是拿著東西 不是用力的時候 其實肌肉 都在收縮 例如一組肌肉 就會令到手臂 就屈了 一組肌肉 就令它伸出來 這樣 那兩個 如果你當作腳 這樣計算 你站在這裡 其實這兩組肌肉 兩邊都在收縮 因為兩邊都在收縮 有緊次度 肌肉纖維拉緊了 你才能站直 有些人覺得 我站在這裡 就沒有用肌肉 其實就不是 肌肉一樣在做事 它就是一路兩邊 收縮 你才能站定 如果你沒有肌肉 收縮 即是肌肉沒有了通 沒有了緊次度 纖維沒有收縮 那整個人就躺下 就像豆腐一樣 所以肌肉幫我們 穩定姿勢 令我們保持平衡 不要那麼容易跌倒 肌小症多數都是老人家的問題 其實肌肉可能到三十歲以後 逐年遞減 這個過程到了六十歲之後 就會加速 肌肉越來越少 就被脂肪取代 即是有少少 你去選金華火腿 或者選蠟肉的時候 你都看到 你當然選多些瘦肉 如果脂肪一多的話 脂肪呢 就純粹是儲存能量的東西 或者呢 就有些cushion的作用 即是有少少是 保護我們身體裡面的結構 這樣 但是呢 它沒有肌肉那種 維持我們身體的動作 平衡的作用 所以年紀大的人 你會開始發覺 它慢慢的行動 比較緩慢 因為肌肉已經越來越少 那行動呢 就會那個速度呢 就很慢了 那很多時候呢 譬如說 坐下來 起床的時候呢 又會很慢 偶爾就會容易跌 這樣 那大家就不要小看 老人家跌倒 其實呢 老人家跌倒 就跟我們 年輕人跌倒 就完全不同 年輕人跌倒 譬如說 有些跌斷了骨 最多就是 打石膏 或者有些要做手術的 就弄好它 骨頭 慢慢好 就可以了 但是老人家就不同了 一來呢 它裂傷 通常很多時候 一跌就跌斷 那個 例如麒麟膠 大腿骨那些 那些主要的骨頭 那你一跌倒 跌斷那條骨 就算你真的跌得回 之後呢 因為它影響你的行動 要長期 就讓骨頭不動 它才會好 但你長期不動 老人家一餓床 就真的百病重生 例如很多時候 可能你睡在這裏 時間長 那些痰跡在肺 那裏會有肺炎 不動的時候 那些血管 譬如静脈 很多時候 就會被血塊塞住了 老人家的話 如果睡得多 如果動動少的話 那些皮膚壓住那些位置 沒有血度 又會形成一些壓瘡 壓瘡 也是皮膚有個缺口的話 就很容易被細菌進去 老人家抵抗力藥 就會周身走 變成敗血症 即是全身感染 也是很危險的東西 換句話說 如果老人家真的有肌小症 可能癥狀很輕微 就是動作慢些 弱些 哎呀 偶爾好像又跌倒 不過起身都沒事 都不怕 其實這件事大家都要小心 那怎樣去診斷呢 通常醫生就可以有些問卷 通常會問一下你 你平時你坐下起床 要不要有人扶啊 你走的時候 會不會走得很慢啊 會不會容易跌倒啊 他也是 每一題目 就有個分數 加起來 看看是否有這樣的風險 檢查那方面 也都有一些比較客觀的檢查 譬如很簡單 就像這個機器一樣 這個機器 就是測試你的手腕的握力 即是說呢 就是握起來 它有一個抵抗力 有一個阻力 在那裡 你握起來 量一下力度夠不夠 那如果它握起來的時候 力度不夠的話 它量到出來 就代表你的手的肌肉 就不夠了 那也都間接代表 就是身體 可能其他地方的肌肉 都流失了一定程度的了 那也都有一些照的方法 可以照 例如用X光的 甚至用MRI 或CT 那些 看肌肉就剩下多少 那這些 就是有些人會做 有些人會做 有些人未必會用的 無論如何 如果大家 譬如過了50歲 都要留意一下 要開始預防這個問題 預防其實和治療都差不多 唯一一個自醫學上證明了 真正有效的 就是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我們叫做resistant exercise 就是說有些少少負重的運動 可以預防或者減低到 減慢了肌肉的流失 最簡單就是 拿身邊有的東西 就可以做了 最簡單 比如說老人家的話 拿兩罐的罐頭湯 拿罐頭湯 當啞鈴 就這樣動一下 就已經是不錯了 比如說每次做 看身體情況 比如說做五六下 或者如果身體情況好些 做十下 那個principal 就是說你做的時候 你做到最尾的時候 那一兩下 是有覺得少少吃力的 那就為之OK 又不用做到很辛苦 但是你說完全覺得好像沒事 又給不到壓力 就是說肌肉呢 就有句英文的說話 叫做use it or lose it 就是說你一定要用它 它才不會失去的 就是你要給少少壓力才行 完全沒有壓力又不行的 就是說做到尾的兩下 有少少辛苦 那就為之OK了 比如說你隔天做 不用天天做的 那你做完之後 有少少吃力了 那就休息一休息 可能再隔一會 再做一次 可能又做五六下 那又是呢 開始覺得吃力 那就可以停了 慢慢呢 如果你的肌肉的力量大了 可以慢慢加上去 那總之呢 就不要設置太高的目標 那因為你太高目標 你沒有心情做 那不做就最差的了 做少少幾時都好 那腳也是 那腳的肌肉呢 也都很簡單 就拿一張穩神的椅子 那就可以 老人家就坐下 輕輕碰到椅子的時候 就起身 那慢慢來 那老人家如果不穩陣那些 那家人就扶著他 看著他 這樣才行 那又是呢 就坐下 起床 坐下 又是做到一個地步 少少開始吃力 就可以停了 那有些人會問 我吃什麼好啊 即是肌肉裡面有蛋白質 有些人會建議 例如你吃蛋白質 肉類 魚 那些要救 有些人會叫你吃維他命D 幫助骨骼 那些 那些都無我口非 不過呢 暫時來說 我們看一些證據 如果你只是靠這些食物那些 我覺得食物 老人家都要注意一下 營養要平均 要足夠 因為有些老人家吃很少東西 但是你就不能夠只寄望食物那裡 有很大的幫助 一定是要做少少那些運動 才可以維繫到或者預防到這個基小症 好 今天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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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